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 尤其是应届考生更是无所适同 不过教育部目前并没有要降低 大马教育文凭和大马技职文凭评分标准的打算 随着国会教育特委会主席 纳杜斯蒂·加拉鲁丁建议考试局和教育部 降低大马教育文凭和大马技职文凭的评分标准 教育部副部长穆斯·利敏 利敏接受每日新闻访问时表明 加拉鲁丁可以提出看法 但是教育部现阶段不会针对有关看法 给予进一步评论 直到部门有所决定以免掀起争议 他同时强调 作为一名拥有20年教学经验的前教师 向阵力降低评分标准的事情并不曾发生过